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氛安静了一小会儿 蔡清等其他几家海盗各赢了一场 可算上千军镖 红旗帮已经赢了三场 这让一些人的神色起了微妙的变化 天宝龙头 赢三场要出六十万两 你红旗帮的人所算成的工钱 怕是不够了 蔡是天博司的一位帐房先生 扶了扶眼镜 开口说道 李延不假思索 大宇山出八十米双围广传十走 每艘广传带火炮十五门 火冲一百 弓弩五十 折成银两仙压在盘子里 用完再说 那群帐房把算盘打得劈啪作响 鼻走龙蛇记在纸上 在纸上写下 一百二十万两的字样 妖贼这时候开口 下一场我来 哪位兄弟想来自教 李延打过一场 他也就没再提让李延和自己打的话 妖贼声明在外 张和说要打 一时间竟也没人说话 因为不限制上场次数 上次对下次的战术收效甚微 白白要打银子进去 好一会儿 张和轻笑一声 怎么 难不成 我是不战而 等我父王这块冰如何 李延眼眶上贴着冰带 开口打断了张和 他话音刚落 不料蔡秦手下延老大 却战了出来 老头子摘下瓜皮帽子 头顶一顶火苗乱抖 就闻安南妖贼大名 老朽不才 想请教一样 还望张渡户手下留情 张和语气依旧傲慢 可神色极为认真 哪里 旁人不知道 我确实知道蔡家 有几个深藏不漏的老怪物的 李延眯了眯眼睛 有些摸不清蔡秦的打算 这位首富 投铁得可以啊 到现在这场为止 红旗三战三胜 六十万两银子没有一点浪费 可蔡秦同样打了三场 只赢了一场 已经扔了四十万两银子进去 蔡秦到目前为止的应战 都是不占便宜的愣头青打法 无论是闫阿九对李延还是闫老大对上张和 闫信伙计前后几场打的都是硬仗 不能说蔡家的人一定没有胜算 但这绝非精打细算的生育人的做法 只会白白便宜了林阿金和朱奔的人 让他们能够保存实力 李延和札小刀对视一眼 选择静观其变 延老大不出意料 也是一只火顶鼠种 名字是车骨竹 李延和延阿九两人斗的是兵器 是猛烈的近战厮杀 加上留了几分力气的缘故 内行看着凶险 外行却看不出多少热闹 整体给人的感觉平凡无奇 只是最后几招 两人动了真火 才露出几分疗哑来 这两人则不染 延老大和张和之间斗法激烈 剧烈高温 烧到海上 雾气蒸腾 法术你来我往 火焰黑烟 明灭不定 十几里外也看得清楚 哪怕是个小孩子 也瞧得出这两人的厉害 延老大一身火焰 夜意惊人 而张和的太平文书 更是让在场的人大开眼界 除却之前 李延见过的青鸾 大明王 隐风御火咒 陷空刀 樱环替身 还有只有张和自己才会的龙头画戏 王灵基 加兰天 班山 小乾坤树 浮潰 真武驰兵 考虑到许多法术 并不适合在单打独斗的场合使用 张和在太平文书上获得的法术 比起上述这些来 还要多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 两人的实力评价 惊鸿一瞥都看不出 不出意外 这两位都应当在酒药的水准 扎小刀看了一会儿 通过队友的契约向李延绘画 要是突然乱战 阎阿酒交给我 这俩你得挑一个 李延扑斥一愣 你都瞧得起我 你别小看了阎阿兄 我老觉得这妞的实力还在这阎老大之上 我的火工刀工对阎老大这样的玩火行家没有用处 对上张和我又没把握 你以为我想啊 张和和阎老大激战正憨 一时间看不出胜负 可惜的是 天上乌云笼罩 没有多久下起了暴雨 原本阎老大脚下数十道火蛇纵横 结果被大雨浇灭 一身妖力去了大半 膝败在张和手里 张都复的太平文书 果然命不虚传 阎老大一拱手 看不出颓丧之色 李延心中暗响 阎老大虽然输在雨上 但是倒到最后 赢的应该还是张和 白夜弥漫 张和抖了抖袖子 两人周围的甲板有多处碳化 以及刀砍斧垛的痕迹 蔡老板 天博斯的船很结实吗 张和打去了一句 两人斗得天昏地暗 天博斯虽然用锁链连接 惊得住骑兵箭塔 可这般光夜折腾下来 只有外表的一些磨损 也称得上他一句夸赞了 天博斯是我家世代相传 我既然拿出来给各位当作比斗成所 自然还是有些把握的 天十万两的炮弹 甲咒 粮食供给 蔡清回头嘱咐账房 张和也跟了一句 二十万两 四艘安南三番闸船差不多吧 眼看红旗和妖贼都领先了自己 林阿金和朱奔也有些着急 派上的人手实力强横许多 从这一刻开始 几方人开始了你方唱罢 我登场的乱战 红旗领先 旁人盯得死 李延也不再先开口派人 而是向后手派人捡便宜 可被妖贼和朱奔的人盯着 抢了两次 人家提出来 可以先和红旗的人打 李延也就没有再争抢 朱奔也有十度的水平 他下场一次 赢了妖贼张和的一名海贼弟子 他的手下龙子婆 也赢下一个小头领派出的精锐 加在一起也赢了三场 帐房打完算盘 高声说道 一时出火冲一千条 五十米杂船十五条 坐价四十万两 这时节天上暴雨也下得差不多了 西边露出残虹落势 李延旁观一会儿又鼓动扎小刀上场 没想到投铁的蔡谦又和李延杠上了 他派出阎老四上场 对上扎小刀 郑海荣源与扎小刀斗得不可开交 这两位都算是皮糙肉厚 彼此厮杀了几盏茶的时间 可能是蔡谦输得多了 严老四这次上场分外卖力 简直和扎小刀有不共戴天之仇 好几刀被削出骨头 依旧采取以伤换伤的惨烈打法 最终两人以平手收场 扎小刀留了个心眼 自己有实际报身 一道油爆双翠下来 连做带吃的功夫加在一起 半个多钟头能恢复八成实力 还能再上场 可严老四没这个本事啊 要是这么打下去 自己做的才是赔本买卖 李延眼看几家最顶尖的好手上了一个遍 考虑了一下 又决定派薛霸释手 不料张和这时候也盯住了自己 让那位和千军镖厮杀过的表弟上场 两家仇怨极深 这一场斗得也惨烈 两人都受伤不清 薛霸锤子砸烂了对手的一只肩膀 自己却被削断了一只耳朵 李延和张和急忙叫停 这一场依旧以平手收场 平手的话双方不算胜场 各出十万两 天博斯出退役英格兰瓦斯科战舰一艘 随手两百 坐驾十万两 妖贼张和出白金水兵七千 坐驾十万两 让人意想不到的 是宝传王后来居上 几名全郎种的灵性弟兄 穿插着上场 先后杀败了红旗一名高理鬼 一时海盗一个黄种土人 妖贼的一个弟子 莫名其妙的竟然四场领先了 林阿金咳嗽几句 满脸病容的一笑 我看天宝龙头的办法不错 赢一场一算太麻烦 我临时出百米浮船五艘 经书水手一千五百人 算成银子折进盘子里 扣完再说 账方们忙碌了一阵 最后宣布 宝传临时独有的百米浮船五艘 经占水手一千五百名 共坐价一百六十万两 几名账房一笔一笔 记得分明 潭中的资产 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是一支极为可怕的海上舰队力量 场上一番乱战 林阿金意外领先 被张合和蔡谦盯上 两人又各吃下林阿金一场 天已经大黑了 眼看场上的顶尖好手 已经差不多上了一个遍 林阿金胜四场 义使朱奔胜三场 郑秀尔洪其邦胜三场 妖贼张合胜三场 蔡谦胜胜两场 盘子里的军备折算银两 已经达到了四百五十万两 李延这才开口 智农 你上 智农的五婆仔邪术诡异 就是对上一些实力比他更强的对手 也有胜算 智农自信一笑 这师姐也没什么棘手的对手 他湿湿然站了起来 走到甲板上 白嫩手臂弯曲 弯腰朝李延湿了一里 再抬起头 对面站着的 竟然是 腰贼张合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净水 刘兽坤 蔡新纯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